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您看到了吗 这豪华的饗宴可千万不要一口咬下去 牙齿可能会断掉 原来上面都是从各地搜集来的 其实几乎可以乱真 这是东莞台商力拼转型所想到的宣传噱头 他们原本经营珠宝买卖 但随着大陆经济转型 也开始发展内需经营观光 除了创建博物馆还开放工厂 让游客了解宝石的制作过程 也可以顺便促销 即是生产的工厂也是观光景点 在这一家台资珠宝工厂 原料切割 打磨 雕刻 以及钻孔 串珠等等加工过程 游客都可以完完整整看得透 把两根线交叉就玩过来 打个细节 我们去年总共的来客数是60万人 然后一天当天最多的话是2万人 和珠宝夹工产线相比 业者投入3亿美金 从世界各地搜罗来7000多件其实 就对游客更具吸引力 里头特大的英明珠 足足有三个足球那么大 重大一公盾 另外还有一艘天然水晶制作的水晶船 用天然石头雕刻出来的荔枝 形状颜色跟真的荔枝几乎一模一样 像这样的石雕精品摆了整整四桌 山珍海味 点心面食 蔬菜水果通通都有 叶者的正元之宝是一尊高1.8公尺 重大1.5公吨的巨型水晶观音 它清澈光洁 完美度达到95% 堪称天然水晶中的极品 这么样的一个通透的 这样的一个单晶体的水晶柱 现在可以说是很难找 而且要以现在目前这样的行情来讲 它真的可以算是无价之宝 参观过珠宝加工 也欣赏了各种稀奇宝石 游客们被勾起买信 忍不住买买买 先买了个气球 还给了个姑娘买了个耳蝶 给儿子买了个气球 掉头 园区里面的购物收入来讲的话是 门票差不多是15倍到20倍左右 早在1990年 隋坊的爸爸就来到大陆东莞设厂 主力珠宝原料加工出口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90年来的时候 东莞是100个员工 那现在我们这里是500个员工 大陆经济持续成长 民主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业者看准十几亿人口购买珠宝的商机 20年前从外销转向大陆内销市场 成立了自由品牌 发展加盟连锁 从97年到04年这段过程 我们平均是一年100家专卖店 这样在启动 引进国外超音波浴石打孔技术 只要一个员力一天就能够打出上千个孔洞 靠着流水线批量生产 让珠宝预期的价格越来越亲民 同时也以相关的品质检验和承诺 建立顾客的信任感 目前在全中国的专卖店 有1200多家的专卖连锁店 整个营业额差不多在七八亿左右的营业额 历经十几年来蓬勃发展 大陆的珠宝市场从供不应求 逐渐变成功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 所以访沈多时事进行第三次的转型 切入现在正夯的旅游产业 透过旅游 透过做珠宝文创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带动所有的我们石头机的专卖店 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头 这座面积将近80公目 以矿石为主题的博物馆 在广州的珠宝小镇开张 汇催了全世界各地的奇石宝玉 有的逛还有的买 一开业就评为大陆4A级旅游景区 这是把大自然的东西搬到了我们的面前 如果不来这里 我可能终身感觉的是遗憾的 趁着旅游热潮阵望 还准备再投资一亿人民币 新建聚宝盆 玛瑙博物馆 水晶博物馆 并搭配住宿餐饮等等 将珠宝小镇打造成大陆5A级旅游景区 目标成为全球最大的珠宝旅游商业平台 也希望说接下来能够每年吸引 100万以上的游客来我们 花都珠宝小镇来参观旅游购物 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专切模式 只有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转型 才能够像苏伊坊的事业一样 越做越大 愈发光亮 秋天吃螃蟹 讲到台湾海蟹就是想到火红的万里蟹 它是台湾以为傲的在地生猛海鲜 节目最后带您去万里 瞧瞧鱼民如何辛苦捕捞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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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